中岛的落地,所到之地皆是危机的开始,当前各地区都在属于自己的火爆时期,零星爆发的冲突紧张局势,民众们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面子,都会对这些冲突紧张局势有所关注,而从被称为大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一旦出现了一些冲突,那么所引发的影响就会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据一些报道所披露的内容来看,美国似乎想要对一些国家的周边地区进行一些特殊的部署,这看似是为了对抗当今世界上的另一大国,以使未尽可以知心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是。 欢迎订阅老海说是,其实这种情况,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生过,如果要是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顺着这样的情况来看,杨宇想说的意外,那可是有着非常大的威胁力,有着前所未有的摧毁力。 而现在,美国似乎已经准备好一系列的意外计划,而这些计划的实施都离不开一样的东西,中导系统。 中导部署的意外效应,我们都知道,中导系统是一样非常重大的武器设备,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是拥有了。 这样的系统,那么其在一些重要的战术环节中,就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格局。 所以,一旦有国家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节点上部署了中导系统,那么其周边的国家都会对此有所反应,其中的内容自然也离不开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而现在,能够拥有这样的系统的只有一些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等等,但是美国却独独退出了中导条约,虽然其有过一些说明,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话语的背景。 如今,美国又开始在一些国家的周边地区搞这样的把戏,比如说是菲律宾,是韩国,是日本,等等。 毫无疑问,所谓的中导系统,对于美国来说,其威慑的对象无非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虽然美国在开口的时候喜欢说成是朝鲜和伊朗,但是谁会相信这一套背后的歪理呢? 在我看来,美国在部署这样的系统之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就是所谓的意外效应,比如说是军备竞赛的升级,地缘政治格局的变革,国际冲突紧张局势的爆发等等,而这些问题,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也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些问题,出现之后,势必会影响到每一位普通人,所以说,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给整个地球村搞现实抢购的极限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的价值,却是要很大程度上危害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当然,从美国这边来说,其所谓的中导部署,只是为了要给自己的大棒找到一些受贿的地方,比如说是所谓的盟友国家,比如说是所谓的角落国家。 因为其这样的部署,就会让这些国家有一种置身室外的幸运感。 也就是,自己有很强的攻击威慑性,但是却不用承担很多的反制压力。 其实,按照美国这样的特点来说,其所谓的受贿地集团,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见死不救地带,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会毫无顾忌地和美国去勾勾搭搭,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会在有事的时候想方设法地躲起来。 为此,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其实都是非常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国际事业,要知道,所谓的角落和受贿其实只是短暂的,现在美国喜欢你,那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最佳地点。 但是等到了转角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演戏靶场。 所以,中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要通过一些手段来给这些国家一些正确的判断和提醒,其实美国这样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反而会陷入非常复杂的外交泥潭之中。 美国太平洋陆军官网发布消息称,美陆军第一多余特遣队已经在菲律宾旅宋北部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按照美军报道称,这是历史性提供,中导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后,射程不仅可以完全覆盖整个旅宋海峡,同时也能够飞抵中国沿海及南海各大军事基地。 这次部署是利用美飞盾牌24演习同步进行,以演习一部分为由,本月初美军通过C-17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将第一多余特遣队战略火力营中导系统送到菲律宾,耗时15个小时,飞行超过8000英里,约12870公里。 4月7日顺利到达菲律宾,整个行动所展现出来的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可覆盖中国沿海的中导系统等,所有一切都非常有针对性指向中国,美军所谓中程能力发射系统。 是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计划一部分,以海军MK41垂直发射系统为基础,改为半挂拖车式陆用发射装置,主要用来发射大家都很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更先进的SM-6标准导弹、坚固防空、反弹道导弹,以及反舰为一体。 美军一点也不避讳,直接称它的目标就是应对重俄威胁,而且根据编制,战略火力营除了具备中导系统发射连级单位外, 还配备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以及暗音高超音速导弹发射单位。 这三者相结合,所能构成的战术打击能力相当可观,更何况这次部署只是开始,随着菲律宾开放更多基地供美军使用,只要这个口子一开进后,随时都可以增加部署力量。 在本次部署之前,美军其实已经多次对外释放烟雾弹,称计划将中导系统部署到印太地区,甚至就在本月初。 美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将于近期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结合目前部署在菲律宾的中导系统,美军确实不是恐吓,而是实干型直接前推围堵。 难怪日媒分析称,美军这一举动将对中国产生威慑的作用,对此中方宪立后兵,外交部发言人率先回应弗林言论,中方没有兴趣和任何国家比拼军力,同时坚决反对美国为谋求单方军事优势,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在中国家门口强化前沿部署。 接下来,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明显更严厉,称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反制,总体而言还是以劝为主。 敦促美方尊重他国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基于对等原则,在以实力说话时代,不能光说不练,中方反制并不局限于警告,4月15日,就在美方还在不断炒作成功部署中导系统时,国防部网报道称,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政治部主任罗霍,已经应邀抵达北京和中方举行双边会谈。 中方高度赞赏古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同时明确指出坚定支持古方捍卫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古内政。 支持古军队建设发展,作为美国后花园的古巴,在地理上几乎和美国挨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苏联曾搞出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和美国人打起核战争,很显然苏联部署导弹到古巴美国不能接受。 这跟美国在中国家门口部署中导系统情况类似,如果美国一定要这么搞,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毕竟以目前中国军事实力,不要说在美国家门口部署导弹,就是多卖点远程火箭炮,过去都能吓死人。 相对比美国来说,中国虽然是如梗在喉,但是南海毕竟是我们的后花园,我们在这一地区部署了如此长的时间,再加上和周边各国关系稳定,即使美国在这里支上一个中程导弹,但也影响不了中国太多。 一旦遇到极端情况,中国完全可以先发制人,但是美国则完全不同,古巴的这个位置极为特殊,几乎算是对美国贴脸开打。 虽然说南美也是美国的后花园,但是这一地区美国一直经营的不是很好,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加入一个定时炸弹,还是如此仇视美国的存在,那么接下来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可以说,这一次对峙,美国人已经算是输了,美国这次算计到了所有问题,但是却忘记了中国近年来的态度变化,随着综合实力的突飞猛进,中国对外的一些态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否则也不会有马英九前来大陆探听风声。 如今的中国和过去已经不同了,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也会为了局部地区的和平去努力,但是如果对方执意挑衅,那么中国自然也有对应的措施对待。 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底牌早已经暴露在乌克兰和以色列。 但是中国如今才刚刚出牌,接下来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